繁花中 突如其来的表白 让林子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而梅萍却完全蒙在鼓里 对于爷叔和金花联手的真相 毫不知情 林子犹如一颗璀璨流星 消失在了繁忙的生活轨迹中 数月的缺席并非为了 舔事情感的伤口 而是如同一只 追求记忆无涯的凤凰 远赴日本 在料理艺术的殿堂里 潜心修炼 为的是有朝一日 能够涅槃重生 重振他昔日辉煌的夜东京 里里的洞察力如巨 他精准地指出 林子骨子里流淌着 老板娘的卓越基因 他的经营智慧与生俱来 仿佛是一株生机勃发的商业牡丹 在黄河路商圈繁华的花丛中 一旦全力绽放 必将令其他敬艳的老板娘们 黯然失色 林子历经磨砺 成功从宝总的掌中 夺回了三年前托付的 运到这块瑰宝 这意味着他已挣脱过去的束缚 不再像曾经那样 围绕着宝总的世界旋转 时光流转 恰似春风拂过新生的绿叶 林子精心研发的新菜式 在万众期待中华里登场 并迅速赢得了时刻们的一致赞誉与口碑再道 就在这美食与匠心交织的瞬间 感情的乐章也奏响了新的旋律 一位倾慕者鼓起勇气向林子 袒露了心中的挚爱 为这段故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国头的强木杰见到林子时 用最冰冷的表情说出最深情的话 我不念旧 我只念你 看到林子被表白 大家才明白 爷叔和金花联手 究竟意欲何为 在宝总帮助李李打赢黄河路保卫战后 他询问李李是否认识A先生 没过多久 强木杰带着一众人来到上海 直奔至真元的顶级包间 然而 昨晚强木杰亲口揭晓了真相 南国头是他和A先生一同合创的 因此 李李的恋人并非强木杰 而是强木杰心中的白月光林子 林红曾经透露 林子在日本当服务员时 有一位高材生一直在追求他 这位高材生 正是强木杰 一个小细节可以佐证这一点 强木杰刚回到上海 第一时间不是关心市场 而是直截了当地问李李 你帮我找的人 找到了吗 强木杰还未踏入场景之际 李李已经巧妙地送了宝总一条链鱼 意味着有人将会找他麻烦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强木杰口中所说的目标并非宝总 而是林子 建完李李后 强木杰竟直走进进贤路 可惜当时正值宝总和林子吵完架 叶东京提前关门 使得强木杰与林子擦肩而过 在事业上冷酷无情的强木杰 对林子却难以忘怀 曾经风华绝代的A先生 在深圳股票市场崩盘后销声匿迹 而强木杰却在多年后 带着团队高调来上海争夺市场 展现了他不同寻常的手段和野心 强木杰一直是个真正的强者 他的手段不可小觑 而这样的人 一旦心生爱意 便无所不为 三年前 林子拒绝了强木杰 离开日本回到上海 这对他而言 如同一次无情的抛弃 无法得到林子 成为强木杰心头的刺 成为他来到上海的目的 除了占领市场 更是为了征服林子 即便耶稣不看好林子 将他贴上讨债鬼的标签 唯独强木杰看到了他独特的魅力 然而 不论是宝总还是强木杰 林子都不会选择依附于任何一个人 他和李李一样 不愿意轻易展现在众人面前 但在身后无人可依的时候 他学会了撑伞 为自己遮风挡雨 林子思维敏捷 不愿做无意义的事 也不会陷入没有结果的感情纠缠 正是这种清醒的态度 深深吸引着强木杰 自从汪小姐辞去了27号的职务 转战工厂 梅萍开始与三洋牌展开正面对决 这时 他对耶稣表现出极大的尊重 首次见面就悉心为他购买心意 并向他请教职场立足之法 然而 实际上 耶稣的言行并非出自真心 而是刻意的捧杀之举 作为最疼爱汪小姐的人 耶稣对于陷害汪小姐的梅萍格外反感 因为他的做派处碰到了他和保总的底线 这对梅萍来说是一场意料之外的难题 因为他们不仅不信任他 更不愿与这样的人合作 面对这种窘境 保总和耶稣为了维护27号的外贸生意 只得采取最佳的解决方案 让梅萍自作自受 主动离开27号 果然 梅萍在接受了建议后 依然改头换面 焕发新颜 穿上了一身职业装 在与客户打交道时 他不再谦卑 而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这让范总感到相当不适 范总曾提醒梅萍学会低调 可惜他对此嗤之以鼻 依然我行我素 同时 随着汪小姐从27号辞职 梅萍误以为自己有机会成为科长 并迅速向荆轲自荐 然而 他却收到了荆轲冷漠的回应 你心太急 不适合当科长 这让梅萍感到极度不甘心 却不知从陷害汪小姐的那一刻开始 他已经被金花踢出了竞争局面 金花举报了倒卖香烟的爷叔 虽是金花的姑父 金花性格坚决 不容忍身边人的错误 汪小姐手里不报备 金花也不替她包庇 同样的道理 梅萍背叛了汪小姐 行为不端 也违背了金花的原则 汪小姐是个真诚的人 犯了错误 金花愿意帮她纠正 梅萍性急 野心太大 金花推荐这样的人生值 无疑是自食其果 引人非议 爷叔受宠 金花纵容 两人合作使得梅萍成为被抛弃的人 在27号这天注定不好过 有人说 生活中的每一次际遇与经历 无论是顺风顺水的坦途 还是逆境坎坷的挑战 都如同滋养我们成长的不同养分 顺利的事情犹如温润的阳光与路 悄然滋润着我们的内心世界 让我们在自信与满足中 茁壮成长 而不顺遂的精力 则仿佛砥砺前行的磨刀石 以其坚韧的力量 助我们锤炼意志 打磨个性 促使我们在困恶中 不断突破自我 实现精神层面的升华 林子 在遇见那个 改变她命运轨迹的宝总之前 宛如一朵静静绽放的服务夜之花 她在夜东京的繁华喧嚣中 以无比敬业的精神 和细腻入微的情感 用心雕琢每一次服务 让每一位走进店门的客人 都能感受到 如沐春风般的温馨与尊重 而与此同时 梅萍的人生剧本 却上演了一出 迥然不同的悲喜剧 她被功利的欲望蒙蔽双眼 极度之心犹如独腾缠绕心头 对她而言 汪小姐那令人瞩目的业绩 就像一面镜子 映照出自己的虚荣 与浅薄 面对范总诚意推荐的小项目 她嗤之以鼻 一心只想借力保总的影响力 扶摇直上 晋升为科长 然而 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美梦 最终梅萍只收获了 满心失落与前路茫茫的苦涩 这两个鲜明对照的故事 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 人应当像园丁精心打理花园一样 明智且审慎地管理自己的人生旅程 只有那些懂得修炼内心 沉淀智慧的人 才能真正握住人生的堕盘 驾驭生活的航船破浪前行 进而采写到那份属于自己的 意义生辉的梦想果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